现在呀 咱们社会进步了 富裕了 做买卖的人也多了 做什么买卖的都有 搞批发 练小地摊 开公司 经营大企业 干什么的都有 可有一样 我奉劝你们 无论干什么 公平买卖 别冤人 都说奸商奸商 无奸不商 虽说没什么错 也不完全对 大部分商人 还都是好的 可个别的小商贩 特别是摆地摊的那种 蒙人的多 不是缺金短两 就是质量没有保障 千万要注意 不能上当 我就遇见过这样的 卖香油的 装瓶子里 一瓶瓶挺整齐 放小车上卖 看着挺好 价格也挺便宜 可又怕是骗人的 不敢买 卖香油的那个还说呢 您不是不相信我吗 您闻闻 您闻闻是不是香油 要不是 我明天被车撞死 打给瓶盖尾文 还真正宗 挺好 敢买回家一倒出来 坏了 感情 就瓶口抹了那么一点香油 其实底下都是茶水 这不是冤人吗 可是他当时保证的挺好啊 脚着不会骗人 要不是香油 他明天被车撞死 说实话 这类人早该死了 可是他明天死不死 你也不知道了 怎么的 跑了 今天在这卖 明天就换地方了 你哪找了去 没地方找去 所以说买东西要注意 有一回 我去菜市场 就看有个摊 围着好些人 我挤进你一条 卖松花的 大个的松花 两毛钱一个 按说便宜吧 不能买 买了就上当了 你从外边看着像松花 糊着泥 蘸上草 挺像 旁边还摆着一个 切开的 嘿 大糖心 挺不错 你要买回家 完了 上当了 切开一看 哪有松花呀 土豆 大土豆 挑的时候还挑你沉的呢 小的哪个沉 哪个就大呀 回家一看哪个沉 哪个土豆大 本来想喝酒吃松花 得 该坑土豆了 有一回再客气呢 有一回我早晨上班 在家没吃早点 想在路上买点吃 正琢磨吃什么呢 就看马路边有个辆小车 上边卖点心 我爱吃点心呢 就过去了 就听那人吆喝呢 吃点心啊 一毛一块 一毛一块 我仔细瞧 点心都在一块玻璃下边 放着呢 这家伙 一块挺大 多大 您看您那俩全都没有 一块 俩全都那么大 一毛钱一块 按说可真值 我说那就来一块吧 就掏钱 一掏 掏出个五毛钱来 我心想 我早晨吃一大块 还剩四块 拿回去给我爸妈 岁数大的人爱吃点心 对 我就把五毛钱给那人了 您给我来五块 那个卖点心的 就从玻璃下边 夹起一块了 还说呢 先吃着 先吃着 我以为挺大块呢 还伸俩手捧着肩呢 趴掉地上啊 赶紧等他一拿出来 我一看 您见过一毛钱 刚闷没啊 比那个还薄 就那么大 等那卖点心的 把五块都给我 我放手里的一看 还没手劲大呢 我就问他 您给我这个点心 多少钱 不是说了吗 一毛一块 我一看我手劲里的 再一看玻璃下边的 我又问他 那玻璃下边的大 您给我换那个得了 那卖点心的说 甭换 都一样大 我不相信 让这个卖点心的给我换 赶紧换完了 还是那么大 我就纳闷了 赶紧仔细一瞧 那盖着点心的 不是玻璃 显微镜 你说气人不气人 我姥爷今年快八十岁了 从前呢 还有澡堂子的时候 爱洗澡 身上老痒痒 爱上洗澡堂 到水池子里边泡着去 舒服 结痒痒 一天不洗 身上就不舒服 可后来澡堂子取消了 家家都安了热水器 虽说水也热 可总归不如池子里边泡着殆尽 所以呢 身上就老痒痒 这劲儿一上来 酸心的痒痒 受不了 那天他出去溜达 就看马路边有一个卖药的 什么药 专门治痒痒的药 就听那人还吆喝呢 加算米饭 加算米饭 一块钱一宝 加算米饭 我老爷先讲 嘿 正好 我身上爱痒痒 买了十包 回去接着痒痒 就问那人 哎 你这米饭零吗 看你锁的 不零不要钱 零就行 给我再十包 补买十包 一人就卖一包 布丁不要钱 结果我姥爷买了一包 晚上洗澡 洗完身上还痒痒 就想起这个秘方来了 拿起这个细致包着的秘方 打开 一看里边是个白纸包 再打开 是个红纸包 再打开 又是一个白纸包 再打开 又是一个红纸包 越打越着急 一着急 身上就更痒痒了 这骂玩意儿 这是秘方吗 怎么全是纸包 就一层一层打 等打到最后 这个白纸包 一看里边有个小纸条 等我姥爷拿起了一条 间上边写来的俩字 哪儿哪儿